我为今天的装备准备了500万 这么多钱 当然要安排一套超豪华的装备 首先我需要一套6级 毒眼蛇也不错 已经不是之前的脆皮蛇了 还想要个头盔 最好一次就中 nice 正好来一套 防具方面这么顺利 剩下300万可以全部用来换枪 得到好枪的概率更大 取个愿吧 就把毒眼蛇没空 不太好 但没事 还有两次机会 考验人品的时刻到了 还行 还可以吧 狗杂不需要解释 强是强 就是远程差了点 没有更好的就选狗杂了 最后一次机会 竟然是他来了 这下难办了 该如何是好 五个礼包已经开完 防具毋庸止疑 枪就犯难了 伤害肯定狗杂高 但762能装流淡呀 还能装精致补偿器 带6倍镜比狗杂舒服 还是762吧 想玩6倍762 复活点不错 好好玩 先来黑市看看有啥 啊 全没了 一定是学校这人买走了 他还想打boss 不对 感觉他没在这 但他刚才确实在打boss 我好像知道了 真有人卡那个点位 果然呀 这么正大光明的打 几条命都不够啊 打了半天 全为我最嫁一了吧 掉了个什么东西 五级头还行 他也没有太好的 boss没多少血了吧 坑啊 紫光 感觉好像很久没爆红了 炼成爆红绝缘体了 阿诚boss可能也没了 去看看 他完了 躲下手来 位置我太吃亏 榴弹都不好打他 等等吧 他也是六级 直接上就不太理智了 他真的好勇啊 拿下 这都没爆红 跟我黑不黑没关系 是他太白了 还是辐射区吧 打六级都不爆红 还在外面干啥呢 不是吧 刚来就打信号枪 我白跑一趟 不行 必须不能白跑 跟他拼了 天助我也 他还在开枪 说明他是先打信号枪 后开枪子 不用白跑一趟了 我听见了 是脚步手 他慌了 他在一楼 他知道我来了 但他来不及了 蛤 我裂开 心态崩了 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知道了 他想从另一边上 还有机会 太好了 他也没上来 车也行 这次的防顶装夺战士 我上了 接下来只需静等 飞机快来了 还能坐个顺风车 简直完美 真执着呀 这推脚别说上防了 上炕都费劲 搞定 这下终于爆红了 看看什么东西 啊 就这吗 郁闻 肯定是金条蓝图的红光 蓝图就蓝图吧 关键就一掌 这么穷 幸好还给我留了几个 不过如此一来 飞机怕是赶不上了 经着榴弹发射器 经着弹夹 还行还行 这个不好 总算出张蓝图 没了 外面也没了 感觉赚的好少 一百万都难 所以再去打个boss吧 必须得折腾啊 等等 古人杰族先当 这枪声 恐怕打的不会太快 或许来得及 应该打完了 我已经飙到极限了 千万来得及 哦耶 今天什么情况啊 完全不掉装备 一堆四级 狗牌都比它有吸引力 不回家 就不信了 再打个去 还是指的我就服 可都是高爆啊 别让我本都回不来 拿下 没错 又是紫光 明明黑的不行 偏偏不信邪 总感觉有奇迹要发生 返回吧 这把也没少折腾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 by bwd6